我叫许鸣 今年二十四岁 是一名办公室小职员 夜后从小城镇走入大城市 月入四千 一千五给老父母 一千五交房租 剩下一点扛住膨胀物价 当自己的小艰苦 不做事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这个月的业绩 你问我这种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百分之十 你自己好好想想 许鸣呢 人去哪了 上班能摸鱼打游戏 下班能准点关机 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 工作以外的生活 本人性别难爱好难 生活中还是个宅男 你问我像不像我爱起来 其实 我更喜欢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所以单身二十四载 数趣春来 清白仍在 直到遇见了网恋老公 浩瀚星河 老公 我下班了 刚到下班时间就上游戏 明明 你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吃晚饭 我正在吃了 老公坏坏 都不亲戚人家 亲戚 不要吃泡面对身体不好 我给你加入外卖 很快就到 我老公真疼我 老公 我好想你啊 我南海中没有一刻不再想你 明明别急 我很快就会去到你身边 我就知道你想我 亲戚我的好老公 老公 你在打造什么 我们今晚不去参加帮战吗 去 但是我得先给你打造一身新装备 帮战人太多又太粗暴 我得保护好你 我得保护好你 我的网恋老公解决速断退了 就算他有我的心脏 不对 老公这么爱我 肯定会把他的心给我吧 反诈中心温馨提醒 套路重重 后果严重 网上交友虚谨慎 小心失财又失身 呸呸呸 我老公 他是中度偏偏 要问我是怎么在心若村 找到这个爵士好老公的 故事还得从那个雨夜说起 一个精神病原住 三只雕出品 倾听漫语工作室制作 现代玄幻广播剧 网恋老公叉叉碎 第一期 欢迎收听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啊 出门忘记带伞 浑身都被焦透了 真倒霉 真倒霉 头好晕 身上也没有力气 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今天还和浩瀚星河约好了刷boss 他现在这个情况 这还是第一次放的鸽子 不知道他会不会 行吧 有人在家吗 都这个店了 谁会来找我 您好 浩瀚星河让我送晚餐过来 浩瀚星河怎么会知道我家地址 您别害怕 地址是他从您上次寄游戏盘的会计单上找到的 今天看您一直没上线 他担心您出了什么事 所以派我来看看 我真是稍糊涂了 连自己给他寄过东西都忘了 腾初正好休假在家 就直接打了快递电话上门来去 填地址的时候也没有在意 反正我一个大男人 也出不了什么事 腾腾 我玩的是女浩 也一直没有告诉浩瀚星河我是男人 只要是被外面的人看到 不就暴露了 谢谢了啊 我没什么事 一会儿就登录游戏 您好像不太舒服 居然没觉得我声音不对劲 浩瀚星河没有和他说过我的性别吗 没事 我挺好的 我现在不方便开门 你把东西放门外就好 谢谢啊 好的 这不是室内最贵那家酒店的餐盒吗 之前看网上说哪里的菜过得离谱 还只接待会员来着 平时和浩瀚星河玩游戏的时候 帮沈刚从他的谈吐里 猜出他是个精英男 我有个会议要参加 可他原来这么有钱的吗 私家借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太不见了 我要把他换了 还有张手写纸条 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 游戏一天不上没有关系 谢谢你的晚餐 你没事就好 听手下的人说你好像不太舒服啊 我已经让他去买药了 今天就先别玩游戏了 以后吃了药好好睡一觉 不用这么麻烦 也不知道您的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就多买了一些 里面有说明书 您按照症状来吃就好了 谢谢了 真的非常感谢 但我今天有点感冒 就不请你进来做了 有机会再请你吃饭 不用了 我只是听老板的吩咐而已 要是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您保重身体 嗯 如果要太苦 就寒可疼 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 却连父母 关系那也只是我的工资收入 跟别家孩子比能不能拿得出手 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回老家工作 你每个月才去那么点工资回家 还不如隔壁墙子 再成立一周正的多 每次过年回家 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让我回老家工作 再别 别惹我这个爸爸 他们 真的是为我好 还是想更好地控制我 好含星河对我的关心 如果要太苦 就寒可疼 也许这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照顾吧 如果他知道我是个男人 肯定会很生气吧 你是个男人 你竟然敢骗我 不行 我不能再骗他了 对不起 我是男人 你想骂就骂吧 我不是想骗你 我只是觉得大家一起玩游戏 没必要非要说清楚是男是女 所以就 引起了你的误会真的很对不起 谢谢你的晚餐和药还有糖 多少钱我折线还给你 真的很谢谢你 也真的很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我又为什么要骂你 我误会什么了 你不用折线还给我 那是我想要给你的 你不也给过我很多游戏光盘和游戏周边吗 怎么突然就这么客气了 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人 所以 他只是单纯的对我好 是不是因为生病了 所以才会胡思乱想的 别担心 你好好吃药 明天就会好的 糖也记得吃啊 不然药太苦了 先去吃饭 吃完饭再吃药 快快听话 你会好得更乖 和我谈恋爱吧 怎么没有回应啊 浩瀚星河 会不会把我当作变态啊 现在社会还来得及吗 当然 只是游戏上谈恋爱 反正我也是女后 我们在一起做任务 也比较有默契 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了 就当我没说 好 你过来月老这边 我们先定一下婚期 我准备准备 过几天举行婚礼 他这就答应了 欢迎大家来月老庙 参加浩瀚星河 和明明不是小仙女的婚礼 哪个土豪结婚放一百万红豆的烟花呀 百年好合 天长地久 哇 好高级的婚礼场面 一看就是花了大价钱 土豪 我也想贴贴 好香 浩瀚星河 你是否愿意 和明明不是小仙女 绑定情缘 我愿意 明明不是小仙女 你是否愿意 和浩瀚星河 绑定情缘 我愿意 一败天帝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一起送入洞盘 一起送入洞盘 老公 我要亲亲抱抱举高高 浩瀚星河 对明明不是小仙女 使用人物动作 亲亲 浩瀚星河 对明明不是小仙女 使用人物动作 抱抱 浩瀚星河 对明明不是小仙女 使用人物动作 举高高 明明乖 我得打装备了 我这么乖 有没有什么奖励呀 乖巧 GPG 有奖励呀 下周我去到你那边 当面给你 当面给 当 当面 浩瀚星河 要来和我面接 他之前说的不是哄我的 你要来我这里 嗯 正好有点事情 要去你那边一趟 不过 原因我现在暂时 不方便跟你说 原来他只是顺便来看我 也是 我们只是游戏里的夫妻 现实中浩瀚星河 也许是个直男 大概 只当是朋友见面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 暧昧的想法 手里呀 捧着我 我头 都怪夜色太美 只有我上了头啊 啊 头 你好 这是我未婚妻 欢迎参加我们的订婚宴 长得有点丑 衣服也老土 头发也塌成这样 看起来更吐离吐气了 不行 我要改变自己 具体哪天到啊 如无意外 下周一能到 你要来接我吗 嗯 我想去接你 你来也好 下周一 腾飞机场上午九点 如果有什么变动 我会体现告诉你 下周一 还有三天 老公 老公 既然你要过来 那告诉我你的真名和常用的手机号吧 不然到时候人家找不到你 可是会哭鼻子呢 我叫浩瀚 手机号是13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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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呢 浩瀚 难怪网名叫浩瀚星河 我老公的名字真好听 手机号居然跟收快递时的号码不一样 幸好提前问了 不然到时候打过去就尴尬了 我叫许明 手机号是13680 老公 你可要好好记住啊 而且要存在联系人第一位 人家要做你的心里最重要的小乖乖 明明最乖 已经错好了 是第一位 让我来加一下微信 该用户不存在 老公 方便把你的微信给我吗 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分享更多东西了 我保证 不在你忙的时候打扰你 稍等 好了 微信号就是刚才给你的手机号 你搜一下 大概不会是先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吧 连头像都是系统默认的 就是专门为我申请的微信号 她是不方便给我微信 所以才用这么委婉的方式吗 算了 有总比没有强 虽然我们是游戏里的夫妻 但既然浩瀚不想让我知道她的私生活 那就这样吧 头像变了 这是只展翅飞翔的黑色蝙蝠 好眼熟啊 怎么有点像我一年前养过的那只 不会这么巧吧 小蝙蝠 小蝙蝠 你吃草莓吗 看我给你准备的小木床 从今天开始 你就睡这里吧 你身上的毛好舒服啊 下面的是 还挺可爱 小蝙蝠 小蝙蝠 你在哪儿啊 你要离开我了吗 老公 你头像上的蝙蝠是什么品种啊 品种 暗黑一族吧 好专二的品种啊 这么专二的名字 难道这种蝙蝠 是人工批育出来的宠物 老公 这蝙蝠是你养的吗 你喜欢吗 喜欢 我以前养过一只类似的 可惜没养几天就跑了 可能是回到 他真正的主人身边了吧 喜欢就好 你以前养的那只可能还没有主人 也许只是因为有事 所以暂时离开了而已 我还以为你会笑我说 别人养的都是猫猫狗狗 你怎么养蝙蝠之类的 没想到 老公 你真好 爱你 对了 明明 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好吗 照片 那老公你等一下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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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这个锥子脸 大眼睛 皮肤公怀到反光的人 是谁啊 还是用原图吧 怎么感觉除了丑 还傻兮兮的 删了删了再来 明明 在忙吗 如果有事的话 你就先忙吧 照片不急 什么时候发给我都行 死就死吧 明明是在紧张吗 好可爱 我家老公也太会聊了吧 这么丑的照片都能说可爱 照片太丑了 生自尊 鸣鸣鸣 我还能变你亲亲吗 不愁 明明最可爱了 亲亲明明 就 她主页里的朋友圈封面 怎么是我刚发的那张丑照啊 我家明明拍照紧张了 她很可爱 我很喜欢 这个微信越看 越想是专门为我设置的 本来还想看看她的照片来着 现在 没关系 看不看照片都无所谓了 反正过两天 就能看见本人了 不急 马上就要跟浩瀚见面了 啊 万一见面后 天雷勾动地火 后面也不能像谁 一定要像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这发脚就别用了 万一老公想要揉揉头发什么的 这手感不好就糟了 谁是小仙男啊 当然就是我 明明就是小仙男本仙 绝对没错 手机里的这个是谁啊 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老公 你喜欢我穿的狂野一点 还是清纯一点啊 任君选择哟 平时的样子就很好 你乖乖的别折腾自己 就要起飞了 先关机了 见面再聊 老公到底喜欢狂野的 还是清纯的呢 要不 去论坛里问问 我网恋了一个老公 马上就要奔现了 我该打扮得狂野一点 还是清纯一点啊 在线等 挺急的 哎 昨天在酒吧 就遇到一个表面清楚的小妖精 当晚就在一起了 小仙男不香吗 主动的小仙男更香 本人身高185 经历丰富 热爱骑马射击 擅长水电维修 欢迎添加好友 解锁更多知识 姐妹 听我一句 他们都喜欢纯的 但又拒绝不了野的 为了给浩瀚留下经验的印象 第一次见面 就得狂野 必须狂野 狂野的老公完全不能拒绝 手表上的水钻 就临时当耳钉用用吧 叮叮 今天我要做全机场最亮的仔 尊敬的乘客 前往北京C419航班登机口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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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感觉 屁股有些痒痒呢 不会是香水太刺激过敏了吧 要不找个地方看看 这 可浩瀚应该就快要出来了 这时候离开万一错过了 可我得后悔一辈子 老孟 老孟 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 这儿 出来了 这群经营男里面 肯定有我家老公 老公 我家老公 哪个是我老公啊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 老板应该从贵宾通道出来了 快 你看那边 我就说他 这群人看我的表情 怎么都怪怪的 是嫌我穿的不够好看吗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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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我老公 我就说他那么宠 我怎么可能嫌弃我 原来只是还没有出来 这 这 这是我老公 一身肌肉 脸上还有到疤 这是不是长得有点 太凶了 其实我更喜欢文质彬彬那种类型呢 而且 他看我的眼神怎么冷冰冰的 我想象中的宠妮和温柔呢 这根本就是在看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啊 果然 网链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看来天类沟洞地火是不可能了 香水也白喷了 许明 好想回家啊 当事人表示很后悔 非常后悔 我不应该穿得中野的 爸 你 你 你 叫我什么 是这样的 浩瀚他在里面有些事要处理 马上就出来 怕你等急了 所以让我先出来找你 哦 还好还好 原来这不是浩瀚啊 你好 我叫苍古 苍芒的苍 骨干的骨 是浩瀚的 老板 是老板 来来来 他出来了 他在哪 在哪 这群小家伙太国造了 要不要换掉 而且 您怎么变得这么喜笑 苍芒呢 这才是我老公该有的宠妮口碗 喷香水绝对没错 春色绝对没错 我必须要成为老公心中那道独特的烟火 即我必须天雷沟通地火 等等 苍芒呢 老 老公的声音 是不是有些年轻啊 或者说是 过于年轻了 老公是周太爷 好吧 他在这儿 老 明明 我老公呢 我那么大一个老公呢 这个背着娇可爱兔子背包的西装球 这才是谁啊 我是不是犯罪了 消水 穿骚 天雷沟通地火 监狱的大门正在向我敞开 明明 你今天穿得真好看 小朋友 你今天穿得也很可爱啊 所以 我老公呢 得得得用人来的模样 人类不能 原来是这样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我老公呢 他临时有重要的事 先走了 这是他弟弟 他说 让你帮忙照顾一下他弟弟 他很快就会来见你了 所以我没有犯罪 老公只是没有出现而已 哇 弟弟颜值都这么报表 哥哥颜值绝对要逆贴了 老公老公老公 到底是香水过敏还是被虫子咬了 怎么越来越痒了 你好像有些不舒服 去卫生间整理一下吧 这个包是我哥让我给你的 好 谢谢 我去下卫生间啊 老公真体贴 我老公就是个大暖男 放心吧 放心吧老公 我会照顾好咱弟弟的 我会照顾好咱弟弟的 好 老公真棒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款情侣表 我一支 他一支 实物比照片好看多了 而且还有老公满满的爱 这是我一直细心念念那个游戏周边情报 但之前手脉没有强到 随我跟他抱怨了一去 我没想到老公那一直接着 这是 背包太小 装不下太多的礼物 希望你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余生有足够的时间 将礼物全部送给你 我的秘密 我天 我老公怎么可以整不好 我要疯了 隔壁兄弟你能正常点拨 别一直发出这种声音 我都被你吓得拉不出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终于找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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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也是 陪我直到熊烈 再叹心一点 想独占你的一脸 共赴余生的冒险 也有的蝙蝠在盘旋 降落在我窗前 深暴黑夜亮起翻新点点 当视线重叠的瞬间 听见你许下誓言 心愿获人视线 当钟声在午夜盘旋 我睁开了双眼 跟着你漫游到星河边缘 凭心跳温柔的沦陷 浪漫融进了血液 陪我直到熊烈 陪我直到熊烈 星光起落在你的春间 床下晚风寒然睡在枕边 故事未完结 明天再相见 祝愿你我今夜好梦晴天 好梦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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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晴天